非有消息 美国波音公司4月30日宣布 它的波音787系列飞机载客超过了10亿人次 这在民航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根据网络资料 空客的A330从1994年交付到2014年载客超过12亿人次 A350从2015年交付到2024年载客超过4亿人次 A380从2007年交付到2021年载客约3亿人次 而波音787从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 仅用了14年的时间就达到了10亿的目标 应该说是行业中最快的 波音787是波音公司全新研制的宽体客机 有787-8、9、10三种型号 最大载客量分别是360人、406人和450人 波音787是现代民航史上最具创新性的机型之一 它使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 例如HUD抬头显示器 免APU50%的机身结构采用了复合材料 不但重量减轻 还具有更好的抗疲劳和抗腐蚀性能 也使得每架飞机减少了约5万个锚钉 降低了维护成本和结构故障风险 还有它换装了新型的发动机 比波音767省有25%等等 波音787的航程也很远 三种型号都能够达到12000公里以上 其中787-9最远可以飞行超过14000公里 2020年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取消了京庭 大西地航空使用787-9 从帕皮提直飞巴黎戴高乐 飞行15小时45分钟 航程近15700公里 创造了787的最远飞行记录 由于性能优异 波音787面试之后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现在已经交付超过1200架 全球主要航空公司 几乎都拥有波音787 有些公司甚至是一出手 就订购70多架 现在波音787在全球的 最大用户还是全日空 有86架 其次是美国航空 有61架 海南航空也是波音787的大用户 现有38架 中国内地航司 还有南航 国航 东航 夏航 吉祥等 也都有不少的787 加起来一共约120架 无论是北上广深 还是郑州 沈阳和乌鲁木齐 甚至是在喀什机场 都能够见到波音787的身影 如果从主流干线飞机来说 载客总人数 还是波音737和空客A320摇摇领先 737从1968年到2018年 运送了约230亿旅客 A320从1988年到2014年 运送了约70亿 但是这两型主打的都是短平块 每天都能飞10个8个起落 而且都交付了1万多架 而根据波音公司的统计 787共收到了全球89个用户的 2000多架订单 在全球85个国家的520个机场运营 每天平均有2100个航班 每天运送约48万名客人 平均下来 每架波音787客机 每天的飞行时间超过了12个小时 这也意味着它的可靠性和出勤率 都遥遥领先 令人佩服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